131 《文匯報》 高成4 心得較減未來之聲 2015年7月20日《財經新聞》B01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曾敏儀 市場暢好中資股 但亦不是每隻買得過對未來的投資策略 高成有四招心得 第一減受孖展融資影響較少的優質 第二減載 現金流較多 進行回購及股值不昂貴的中資股份 第三減情超賣股 基本面良好的H股 第四減以儲良好介入點的香港上市中小型股份 自救能力強板塊值得關注而中金清短期關注 錯殺和自救能力強的板塊 包括白馬成長 消費 主流題材 定增和原公持股計劃破發股等板塊有望 率先出現機會 從數據看 麥格里漢好能夠取得兩位數盈利成長的H股 稱來新經濟板塊和某些周期升股票 瑞信認為 股價已跌至3月底以來低位 且給予超越大盤評級的H股甚有潛質 而得銀子 至4月27日高點以來表現落後 股值相較歷史水平合理 且每股收益近期獲上條的H股具有吸引力 不少人看好國家隊 職內銀及內險股 眾順則預計 資金將不再局限於跟隨國家隊配置銀行股 而會去追求更大彈性 將視野放寬到那些前期跌幅 比銀行業更大的行業